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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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40 要慎重面对 开始有报道说 男人40岁 更年期已经下学到40岁了 不但工作是个关卡 好像现在连婚姻都是个关卡 如何维持婚姻 好像对40岁男人来说 有点像鸡肋一样 会不会啊 不过我们刚刚在VCR里头 企划写得非常的耸动 不是换工作就是换老婆 这个呢待会呢 有些观众朋友 你应该来跟我们反驳一下 还是你在心里头 嘿嘿嘿 就是这样呢 我们今天现场邀请了 三位来宾要来聊聊他们的观点 首先介绍的是知名的编导 谢念竹也是40岁男人 39 所以难怪他刚才听到40岁的时候 有点面无表情 完全心里面就是否认嘛 这件事跟我没有什么大关系 而且我觉得这一集的 这个题目定的有些问题 分别就是找我们麻烦嘛 就是要找出来事实 那你们回去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 不仅是找麻烦 而且要来说实话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作家 也是老师的杨晴大哥 大家好我是杨晴 他刚刚已经说这题目太难了 太恐怖了 他很难讲实话 其实他在30几岁的时候 不断在书里面 都在讨论这些问题 接下来介绍的是巴黎男的好朋友 洪英正宏老师 主持人好 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特别真的要是要 一开始的时候 就要问问这个问题 现在的40岁的男人 你们觉得 对于家庭 婚姻 特别是对你们的另一半 你们有没有什么 干嘛加重语气啊 感觉上面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有什么要求 三个人怎么讲不出话 你就问这个问题 真的是 这个已经很有哲理了 我们 到时候我跟你讲说 我们 要播这一集的时候 一定会跟你们说 那天晚上你们 就把太太带出去就好了 对 不会在电视上看到你的地方 是是是 然后我要通知他们看重播 哈哈哈 验主 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什么不一样啊 我觉得还好耶 你结婚几年了 7年 7年 7年多 很痒啊 40岁的时候抓痒的时候 还蛮痒的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其实是 是一个互动的关系 我建立一个好的互动 我觉得 在一个好的互动当中 我觉得 应该正常来讲 越run会越ok 就怕是在一个 比较不好的互动 不是越弄越缠在一起 不会 不会 其实我跟我太太还好 所以你现在还蛮乐观 慢慢看待这个关系 是 良情大哥呢 结婚多久 我结婚已经17年 17年 对 然后 我觉得到了40岁 对太太 会有另外一番的看法 就是说 怎么感觉上 有点感慨的感觉 是是是是 会有那种另外的 看法 你知道的吗 刚刚那个是一个 示爱的表示 你知道吗 这个 我会觉得 他他可以有一些 自己的 新的人生的开展 他还可以有他自己 新的人生的开展 因为 他从大概 32岁以后 他原先是画画 是 后来他就开始 就跟着你人生方向在转 对他就 他就不再画画了 这样子 那其实那是他自己的选择 他觉得他 他那时候想要放下来 那其实经过很 很长一段时间 我差不多到了40岁以后 我跟他说 当然除了养育孩子以外 你可以有自己的新的一些 人生新的视野 或者一些新的可能性 这样 那他的确也是 杨卿大哥格局好大 你看他瘦瘦的心胸 看他有新的开展 是啊 那么多家人你们 我外号叫做曾欧巴马 不是假的欧巴马 是曾欧巴马 是是是 胡老师 这个一定要讲实话 秦老师是心理专家 你讲实话 你不讲实话他马上看得出来 其实我觉得 我的婚礼比他们都久 是 我刚满20年 哦 对对 你大学 其实他大学 研究所左右就结婚了 没有啦哪有 退伍以后 当兵以后才 走入工作以后再结婚了 所以另一半的要求是什么 26岁啊 你现在差不多 对啊 差不多 对对对对 退伍回来嘛 我觉得我现在跟我 另一半 我感觉他就是 我们每天都还在彼此发现 哎 我发现 这个以前认识的他跟现在他 很大的不同 你是挖宝把他包挖出来 不必我帮他挖 这个 我觉得神就 好像就把很多的惊奇 很多惊叹号 放在我们的生活里 惊叹号 对对对 胡老师形容得很好欸 很多惊叹号 我以为是他到艺术里面去看他 不是 哈哈哈哈 又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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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有金块 怎么有钻石 是 你看你看 这两个世俗的男人 对 对 我要讲的是很崇高的 对 让我们从一回到崇高的那个境界 以前我们念大学就认识嘛 就是等于是大学班队这样子 那那个时候我觉得他是左口笨神 他是不太会也说话的 可是我没有想到说神就用他 上帝就用他 成为一个他讲很多话 能祝福别人 能够带给很多人安慰 所以这个就是我常常很惊讶 所以我常常觉得说 其实应该以后有一个譬如说更年起的女人 这种专辑 哈哈哈 三位喔 三位来宾都提到 我们其实有一个调查报告 他是提到说 你不要听我讲吗 40岁的男人等一下 另一半的主要要求是什么 他说大部分五成以上的人都是持家 而且贤惠 然后在有最少的独立自主是比较少的啦 那其他还有一个说包括说 够爱我能够沟通 这是一般人的调查 大部分都是持家贤惠 对 接下来就是要问志伟 你觉得你40岁对你太太的要求是什么 诚实说 时间不多快 5 4 3 2 1 哈哈哈哈 你应该学他嘛 你说你知道的 你知道的吗 哈哈哈哈 就是这样子嘛 25年了 跳过跳过 那40岁男人最容易犯的错误是什么 你们觉得 40岁男人最容易犯的错误 应该是外遇吧 外遇 外遇 因为他手上有一点钱嘛 那你知道 男人有钱这个屁股就发痒 哈哈哈哈 哦 心里也发痒 是是是是 而且他就剩下一张嘴 他这个很会说 小女生 是不是跟这个一样 虽然大家觉得说 持家贤惠是很重要的 超过50%以上 认为是这样 可是因为 就温柔体贴也是大家 四岁男人特别需要的 所以只要发现说 其实老夫老妻的嘛 都没有什么特别 特别什么温柔体贴的 你知道外面的女生 一稍微放一点电 啊 阳青大哥 念祖 我是不可能 我们先听一听 不可能 我真的讲 比如说 假设有一个 你的你的学生 研究生这样子 每天跟你 你的指导学生 他对你 这样老师真是非常有魅力 是经验知识才能 都是最好的阶段 40岁的男人 太棒了 对你放电的时候 怎么办 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自己要懂得逃 就是说别人怎么样 那是一回事嘛 有很多人 他的观念也许 不是很正确 你都逃到哪里 逃离那个情境 有些情境 你就是绝对不要去 对有些情况 你就知道说 那个可能 隐含了很多的危险 我觉得你就千万不要 就以身好像 想说试看看 不入虎穴 也得胡子 我觉得这个千万不要这么想 不入虎穴 如果你们刚刚三位 同样一致的答案 的确在我们CG的调查里头 四十岁男人最容易犯的错误 就是五成以上 真的就是搞外遇 那还有涉及深色场所 就三成以上 然后其他当然最后 比较少的少数是酗酒 所以三位你们看到 以你们同样这样的心情来看 为什么你们同样 就看见四十岁男人 真的就是最容易 跟太太的关系 陷入一个瓶颈 你们可不可以诚实 说出那个关键在哪里 我看你们讲的 跟我想的一不一样 我看你们讲的 跟我想的一不一样 你还我们都不讲话 忽然沉默 我可以说啊 就是会有 就是刚刚洪老师有说 她说她一直有惊喜 对不对 我觉得就是 把那个跟太太的关系 视为理所当然 就觉得每天都很Routine 早上起来 然后去上班 回来累累跟狗一样 然后吃完晚饭就睡觉 你再也不觉得 跟另外一半 有什么惊喜可言 也没有什么浪漫可言 然后就觉得 没有新鲜感 出去外面找新鲜 所以我觉得心态上面 如果一直是这种心态的话 大概 没有再去经营他们的婚姻 所以我认为 婚姻不是 这个恋爱的坟墓 我说没有经营的婚姻 才是恋爱的坟墓 我真的会觉得是这样 很有哲理 我常会觉得说 有时候 我觉得 40岁男人结婚大概 10年左右 10年以上 常常会觉得说 跟另外一半的关系 就像您讲理所当然 连讲话 我对别人可能会 比较客气 比较紧 可是对另外一半 就很容易 理所当然 语气加重 你是说凯莉都这样对你 不是 我是一般人 她每次都问我说 为什么我对别人 那么温柔 对她都讲她 她自己说的不错 真的凯莉对我们三个 都很温柔 是啊 对她讲话很凶 极所当然 她没有把你当外人 我们是外人 你怎么会把我当外人 她把你当内人 我还有一点想补充一下 刚刚那个陈老师讲的 非常正确 但是同一个时间点 就是说 我觉得在婚姻里面 特别到了40岁 这个夫跟妻之间 因为彼此对对方太熟悉了 所以很多事情 就会觉得 事实上是有机会 做一点诡诈的事 这样讲的话可不可以体会 所以这里讲说 搞外遇52.85% 对 五成以上 为什么呢 因为代表就是说很多男人 她会觉得 我的太太 对我很多事情 都已经认为就是这个样子 我什么时间点在哪里 我跟哪些人打交道 我大概赚多少钱 很多夫妻关系里面 就会变成一滩死水 她就好像已经认为是这样 就好像那个小偷知道 那个警察什么时候去巡逻 什么地方出现在什么地方 趁那个空档去 对 所以圣经说 你不可以以诡诈 带你幼年所取的气 那为什么你到的时候 就很容易有诡诈 因为他很容易信任你了 对 像我今天来露营 我也没跟他讲 虎老师你体验的好深刻 不是 反乎依稀 你就已经做了 真的讲 我坦白我看三位 不管在知识能力 我刚才讲过说 就是那种让人家觉得 真是很有魅力的那种感觉 像 你为什么一直要拍我们马屁 我觉得好闷的 你能不能借我钱 不是 他先把我们灌晕 是不是 我们就会说真话 可是我觉得你一直都没有在讲话 不知道是什么 我现在问他 我现在问他了 比如说他念族一直在 某种程度的接触演艺圈 对啊 他会看到很多美女 那如果这个 我觉得当那个诱惑来的时候 我觉得男人就是这样子 我要不要 就像黄老师讲的一样 那个关头 人家可能他可能不知道 我偷藏一下 他不会知道 他能不能碎一次 就给你抓到的 会不会有中央 坦诚吧 没有我真的觉得 其实就是那种 就在外面接触到时候 人家那种很崇拜你 小女生很崇拜你 刚毕业的学生 那很崇拜 因为他什么都不懂 对对对对 给个机会之类的 什么的 你其实是 还蛮舒服的 对啊 心里面还蛮舒服 像我们都没有碰到 对当然 怎么可能会不舒服 是吗 说不舒服的都是骗人 所以 现在就问你的先生 他舒不舒服 哈哈哈 如果你们三位在聊 我真的发现一件事情 如果到您家的先生 现在正值40岁的话 其实太太一定要很尊荣 很尊重 然后非常的推崇 你们看我重新做起来了 把他这个 很羡慕的眼光 看他才行 对对对 不然你们都很可能 有诡诈的情境 没有 说实来就是 你很爽之后 然后按爽以后呢 按爽之后 按爽之后会很 很担心 嗯 因为其实都会去考量 这个成本 啊 滑不滑的来 哈哈哈 真的 蛮实在的 真的蛮实在的 应该是说 应该是说 会落入很多的风险评估就是了 对 所以我觉得 上帝其实还蛮怜悯我的 嗯 一开始就让我去全民大门锅 嗯 里面都是男的 哈哈哈 所以不会 有很多男扮女装的 对对那是完全无法引起任何欲望的 哈哈哈 所以我觉得 其实我在一个还 上帝蛮保守的一个环境当中 嗯 不过一开始就是那种 呃 演偶像剧的啦 那种什么的 那 或综艺节目的啦 那我觉得可能会比较 比较危险 嗯 那久了之后就知道说 其实 就是这样子而已 嗯 刚刚三位聊到这 其实你知道啊 我们也做了一个调查报告 就是大部分40岁男人 心里头还有一个 最终的渴望是什么 你知道吗 嗯 他说如果你是40岁的男人 哪些选项是你认为最重要的 嗯 一个就是有4.1person以上的人 是认为家庭最重要 41 41 4.1就没有什么关系 我看错了对不起 41 对对对对 事业呢13点多 那其实最后一项是在人际关系 嗯 所以大部分的男生在40岁的男人 其实看重的还是家庭关系 嗯 还是跟夫妻 太太的关系 不过我觉得 我觉得那个是有时候是一种 是一点牵绊 就是说家庭是我 我很关心他 可是有时候对一些男人来说 嗯 他会觉得说他会想尝鲜 嗯 就是说我仍然想要维持家庭关系 嗯 我不会想要离婚的 嗯 我很爱我的孩子 可是如果有一点点变化 嗯 就是说我可能太luteam了 我每天的工作就是这样子嘛 如果让我重新谈个恋爱 我可以不预举 我可以捧粉自己就好 嗯 哎呦 这个呃其实曾经有过这样子一个问卷调查 嗯 就是说如果你有外遇 嗯 你有多少人会愿意离开原来的婚姻跟家庭 嗯 嗯 其实85%以上的人都不愿意 都不愿意对不对 就是你刚刚的那个心态嘛 嗯 其实家庭对一个男人来讲 要建立一个家庭跟婚姻 其实是蛮辛苦的事情 对 对不对 他他觉得这是他安全的窝 嗯 嗯 他的一个基地 啊 其实如果你头脑够清楚的话 你就去找一个新的 然后要重新来过 绝对不会更好 对而且 同样的问题可能又会重新来一次 嗯 那其实又是一件很累的事情 嗯 所以我我相信啊 家庭可能是一个 男人他到最后能够建立的堡垒 最终的堡垒 跟他最深的一个渴望 重点就来了 那怎么让你的婚姻 能够更加的有趣味 有乐趣跟你太太的关系更好呢 哎呦我们也访问了很多40岁男人 观众朋友的看法 我们来看一段 还算满意 哈哈哈 还挺美满的 满意啊 只是没什么时间陪啊 还蛮满意的啊 满意啊 非常满意 当然满意啊 要不我就死了 满意 我太太在旁边 我能说不满意吗 这风云美满啊 很幸福啊 很快乐 互相体谅 互相了解 互相多一些沟通 空出时间来陪老婆小孩吧 脾气变好一点吧 经济稳定就可以了 肯定要贴心一点的吧 呃 然后要更爱老婆 更体贴啦 呃 更多一点时间啊 再度蜜月吧 天真多一点 最近少一点 多 体会对方的想法 互相包容嘛 互相体谅嘛 听到没有 满意啊 不然我 不然我就死了 我能说不满意吗 这就是40岁来年的心声啊 我能说不满意吗 满意啊 哈哈哈哈 笑那么开心 回应一下吧 他们都说 太太在旁边 当然满意 讲实战话 都是PTT协会的哦 不是 我觉得他某个程度上面就是 有这个家 他觉得还不错嘛 那当然就会讲满意嘛 但是他多多少少 会有一些小的问题 可能他们每次 他们常常还是会有一些冲突摩擦啦 并没有很好的解决啊 所以他们刚刚讲到说多一点沟通 那我现在来让各位当代表来回答一下 那40岁以上的男人在婚姻关系上 最希望太太给你哪方面的肯定 哪一方面的 为什么这么沉默呢 最希望哪方面的肯定啊 如果我这边的话我比较 我觉得支持我的决定 常常希望这样 当然会沟通说 我做这件事情好不好 其实当会去做沟通的 通常就是希望对方支持 不要老是反对意见就是了 对 当然他会提出一些风险啊 或是怎么样啊 考量到你的身体好不好啊 有没有办法承担 你身体咱里不好吗 哈哈哈哈 所以咱里自己 你一直说 你是行政院长 他是立法院长 他是负责支持就对了 是是是是 他我跟我太太官有点像 我是往前通 他是帮忙踩刹车的 诶 这样其实也很好 所以某个程度来讲 其实 反对意见不见得不好啊 替你踩刹车 可是我喜欢开快车啊 哈哈哈哈哈哈 踩的太急会翻车就是了 下一个回忆辅导就是念主 快车容易翻车 对啊 就是可能是希望 太太在踩刹车的时候啊 我我太太也是一样 他他也有很多的意见 那我觉得在踩刹车的时候 能够 温柔一点 保存更多男人的尊严 这样 刹车距离拉长一点 对不对 哈哈哈 你们现在都在讲给我听 是是是 因为我一天到晚反对他 是 其实之前有 你以为我们随便找题目的吗 哈哈 有些话我不能讲嘛 所以做太太的要做决定 再多讲一点 可以帮忙做决定 我跟不一样 是 我这个事实上 你刚刚讲说希望太太怎么样 在 我常常觉得我最近是 其实是我追着钱老师跑 哇他那个想法太多了 哎 哎 我觉得上帝好像不断的给他很多的理念 很多的这种 这种 也许是叫发想 理想 很多的这种 天老师也是属于梅花路型的人物 贬子多 哈哈哈 他是大胆狗 哈哈哈 哈哈哈 我们讲梅花路好听啊 但是话说回来 你会希望在哪一个部分 所以 所以我觉得其实夫妻本来就是彼此帮助 所以我是觉得说 刚刚他们其实都有点到 我个人有一个蛮忠心的期望 就是说可能本末还是要注意到 嗯 不管是他或者是我 本末 对对在追求失业或者各方面 哪怕是服侍 神也告诉我们说 你如果不能够 不能够 这个把自己的家庭照顾好的话 你也能照管神的教会 所以我觉得这个 可能我们在这个上面要彼此勉励 所以听起来 大部分在40岁的男人 他会觉得在跟太太沟通上 总是太太是反对意见 那今天 谢谢四夫教女 哈哈哈 我今天找到一个结论 他总是在 他都停在这边 就不让我自己讲下去 因为我自己讲下去 他会受伤更重 我今天找到一个结论 听起来说我们可以做反对意见 可是要多一点温柔的反对意见 那重点是 我已经把这关系当得很理所当然了 不要去买车嘛 不要有智慧啊 不要智慧 反对然后又说的 让我们很舒服 对 不要去买车嘛 这种最难 洪老师 你觉得钱老师是怎么做 让你觉得你都被尊重呢 我觉得女性有个优势 就是她可以撒娇嘛 我觉得透过一个撒娇 比较是一种好像 因为男人很怕就是 你讲的话太对了 对的很有威胁性 那我就不太容易接纳 但是你讲的是对的 但是你又装得好像很innocent 好像这样对吗 那我们就听进去了 是啊 我们就会批 好 就照你的意思去做好了 他也是撒娇 所以我 我示范一下 就是说 比如说 你要买车 这样好吗 还是太直 太直 这样好吗 我用问号啊 我没有说不要买车 你买什么车啊 你这个月 贷款都付不出来 还买车 所以要温柔的去问 不过我讲坦白话 就是说 当然啦 我们结婚十年 他慢慢觉得老夫老气了 就会把这个 四十岁以上男人 都会觉得把这个感情 慢慢觉得说 哎呀我们婚姻有 孩子也有啦 气之无畏 对不对 十字无畏 那气了当然 不允许气嘛 这样子引起 多大的风险呢 但是现在要维持下去 好像觉得 好像没有什么新意的 做些什么事情 可以加温 可以加温 对啊 夫妻感情生活在加温 这些都是很有创意的人 对啊 你们是怎么做这些事情 对啊 任文奇想 你给北一没有给你太太啊 哦 对啊 你们每一次 每天都打开电脑 你有自己的这个信箱嘛 是 然后一看 诶 自我寄信给我 打开一看 哇 写了一封情书 诶 你以前追他的时候 都写多少情书啊 说的是哦 对不对 现在电脑你写信给多少人 你为什么不写信给你老婆 我们每天还是有MSN啊 也可以啊 MSN啊 你为什么MSN 结束的时候不说我爱你 你还是爱他的吧 哦 听得真的鸡皮疙瘩 哈哈哈哈 如果你听得鸡皮疙瘩 如果你听得鸡皮疙瘩 就回去练习 多多写几遍 诶 我真的觉得 其实四十岁男人 比较不太敢做肉麻的事 要做啊 对太太做肉麻的事情 所以要表达爱意 对对对 念出来你怎么做 就常常说啊 就常常说啊 说什么 会前交了没 我真的很爱你 哈哈哈哈 这样子说呢 日子会好过很多 哦 真的吗 对啊 你真的是二楞子的 其实我也说的也不少 真的吗 你都是什么时候说的 我都是在睡觉前说的 而且都 还没说完就睡着了 对啊 老婆 哈哈哈 除了就是要常说 要维持当初 表达爱 要把它说出来 不要觉得老夫老妻 老夫老妻就不说了 对不对 对 除了这个之外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 创造独处的时间了 就回到以前谈恋爱的 那一个情境就好了 是 那个时间空间都是回到以前 谈恋爱那个样子就可以 比如说以前 你会约他一起出去 吃个什么东西 会自己开个车 或者骑摸车 带他去哪里兜风 就是回到这个情境就可以了 因为好长一段时间可能都是被儿女 忙孩子啊 对 残累的 对 所以创造那一个时空 我想那个感情马上就 您这样讲的时候 我们那个时候 在年轻的时候 对他的时候 我们常常就吃片 那个时候中华商场还在 是 吃了好多好多 那个莫名其妙的东西 我们现在讲都讲不完 你不能因为那个什么 中华商场不在 你们就不在谈恋爱的啊 你可以去 士林夜市啊 很多地方可以去啊 我们可以走铁轨 所以你们提到的是说 要表达爱意 然后多一点甜言蜜语 老婆都爱听 然后多一点惊喜嘛 多一点惊喜嘛 今天晚上大家去吃一个贵的 有什么关系 你老婆为你奉 为你家里奉献那么多 你这么小气干什么 不过讲坦白话 这个时候 教训的好 我觉得这个时候的 他这鼓音没听到的样子 你这什么态度啊 我对你很失望 不过我真的讲实在话 这个时候的 那个就是夫妻啊 就是刚好在经济的瓶颈 那个阶段 上有高堂的老母 下有妻儿子女 每个事情常常都是 算得很仔细 金打细算 两个礼拜吃一次可以 就是说甚至有时候 我们都还鼓励说 比如说这样的夫妻 偶尔的时候 我们去汽车旅馆 独处 其实都是很好的事情 也不错 很有情绪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把那个钱省下来 是一个那个 没错主卧房 一段时间以后 重新装潢一下 哦这样子 对 您反正不是常去 刚刚讲汽车旅馆 是 对您也看过很多装潢 哈哈 一下子把他搞成罗马式的 一下子搞成德式 现在你讲的 基点赛事 我是记得常去那家吗 没有没有 各位点到一个重点 其实四岁的男人 也还是很希望 跟太太之间 那个夫妻关系 那个性生活是协调的 是很很美满 你最后点出一个性生活 很重要 是 这真的是重点 可是今天聊到最后呢 其实听他们四位男士在聊 我以一个身为太太 四十岁的男人太太 想给四十岁的太太的一个想法 一个关键 今天我们听她变 最后的杰鱼她来做 结论 真的就是多一点温柔 然后呢 其实多一点尊容 尊重你的先生 哎 话很会讲 立志为 立志为善游得我 行不出来游 哈哈哈 你这句话就不要再歇 我真是苦啊 你这个人啊 真的是 得了便宜还卖官 对啊 但是我觉得我有领受 我愿意学习改进 多一点学习啊 我愿意改进 我愿意改进 真的好棒啊 太太我爱你 好 谢谢您的收看 谢谢 多一点加温的机会 谢谢 谢谢三位来宾 谢谢 幸福 家就有幸福 让爱甜甜 祝你家 让爱甜甜 祝我家 无分于夜 秋冬春夏 全心全意爱 我们的家 全心全意爱 我们的家 全心全意爱 我们的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